嗨 大家好 我是鴨鴨 之前呢 我跟大家挖寶 連鎖服飾品牌的 390元以內好物 經歷了日系 歐美系 現在終於來到最後一站 台系 但是呢 我發現台系真的太厲害了 因為如果要說台系390元以內 超級無敵多 可能眼花撩亂會講個一兩個小時 所以這一次呢 金額就直接砍半下修到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首先呢 我真的覺得 Latif是被服飾當物的內褲品牌 因為他們內褲出的超級無敵多種的 他們有高腰 中腰 低腰 然後各有不同的材質 例如說棉質啊 莫代爾棉 或者是涼感啊 甚至是有網洞的 然後圖案呢 又分素面的 或者是有蕾絲的 或者是有印花 甚至是聯名款 他們家內褲啊 其實都有這個小牌子 如果你買過來 然後發現材質不喜歡的話 你這個牌子不拆 就是可以退的哦 因為一般呢 貼身衣物買的都不能退嘛 但他們可以這樣子退 我覺得蠻生氣的 那我們就一起來試穿看看這一坨 到底哪一個最值得推薦 以上這些內褲呢 我全部都試穿過了 我直接就講我自己最推薦的好了 就是他們家是莫代爾棉 然後是這種一般版的蕾絲的 這個真的穿起來就是非常的舒服 細綿 然後很有彈力的 所以它完全就不會擠肉 算是蠻無痕的 加上呢 我覺得它的屁型啊 它是屬於還蠻包覆的 所以就不會你走一走啊 內褲 縮上去那種感覺 那雖然它們的一般棉質的蕾絲 其實也不錯 只是呢 我想說 欸 一樣的價錢 那我是不是挑更細更棉的材質 插布更新一下 結果這件內褲我穿兩天就有點起毛了 但我發現末代爾棉好像容易這樣子 我的這一件MUJI的也是穿了一陣子就有點起毛 所以如果要挑選這個材質 雖然很舒服 但是要考慮這一點 那另外呢 我覺得不錯的還有 末代爾棉有推出無痕款的 就是長這樣子啦 它呢 雖然沒有蕾絲 但是很難得的 就是它這個上面的邊邊 也不會擠出肥肉來 也算是蠻無痕 那布料呢 有比蕾絲款的 好像在扎實一些些 所以如果不喜歡蕾絲的人呢 這個我覺得蠻推薦的 最後提醒大家一下 末代爾蕾絲款 它其實還有另外這一種愛心的 然後上面蕾絲是比較細 這個就相對來說比較擠肉一點點 但當然有可能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真的是一個肉多大屁股的人 其他我真的都超級無敵擠肉的 就像這個棉質的生理褲沒有蕾絲的 它上面這一個讓我擠出好多肉 我就覺得生理期已經很想要舒服了 還擠肉就不太喜歡 大家聽聽看 有沒有就聽出它那種很扎實的感覺 彈得我好痛啊 另外呢 他們還有推出這種 像鋸子纖維的無痕嘛 這兩個我穿起來也不是很無痕 我真的是屁股太大了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這個啊 你看 鬆緊的地方真的都太扎實 或許扎實比較耐用吧 可是一穿起來就是特別的束柱 然後脊肉感 雷絲款的有好一點點 就是至少上面啊 相對不擠肉 可是呢 我下面的邊緣還是有一點點擠肉 最後呢 他們還有推出這種網眼型的 是清涼也是號稱無痕的 那它呢 我覺得還是沒有末代爾棉雷絲款 或是末代爾無痕款的那麼不擠肉 接下來呢 跟大家分享素T類的 素T也算是Lachif特別有名的吧 因為他們素T也分超級多種 光是材質呢 就有唇棉 快乾棉 末代爾棉 然後跟竹節棉 那末代爾棉 竹節棉的T恤呢 就超過200元 他們的素T系列啊 都有分圓領 然後V領 跟大圓領 那我們先來介紹快乾棉系列的 快乾棉的材質呢 就比較薄一些 所以像這種材質呢 我就想要拿另外一個 跟大家比較一下 欸 啊 好像忘記買了 糟糕 等一下等一下 大家跟我一起去 好 我先來叫計程車好了 最近我姐推薦我一個叫車APP 說特別的划算 叫Yuxi 叫車之前記得先領好優惠券 輸入優惠碼 優惠上車 哇 可以領88折優惠 輸入地址 馬上就可以顯示車資多少 OK 確認叫車 大哥 你這車好新喔 是啊 我們Yuxi的車子都兩三年的車 蠻新的 那我們現在準備出發了喔 你可以好好的在車上休息 如果跟我一樣色孔啊 可以在乘車設定先選好 不要交台 也不要放音樂 這樣就可以坐車好好的休息了 一旦搭滿三趟 下車後 還會收到30點的荷泰Point 演出可以摺底車資或到 荷泰購商城使用喔 如果綁定荷泰聯名卡 每趟最高會有10%的 荷泰Point刷卡回饋喔 你還沒搭過Yuxi嗎 新會員在APP裡面可以獲得 14張優惠券總價值900元 輸入我的推薦碼 可以再多拿200 等於加起來有1000億的新戶優惠耶 如果你已經是Yuxi用戶 還是有獨家優惠給你喔 6月30前不論新舊用戶 只要輸入優惠碼150-YAA 就可以獲得5張30元搭車金喔 這麼多的好康優惠活動 直到6月底喔 大家趕緊去下載吧 詳細資訊跟加碼抽獎 我就會整理在下面資訊欄喔 現在東西買到了 我們趕快回去繼續開箱吧 我回來啦 我就是去買Uniculo的U系列白T 因為我印象中 U系列是比較厚實一點的 結果 我在買的當下有點shock 你看一樣都是U系列喔 我們來比較一下厚度 你看根本差超多的 沒想到U系列已經變薄那麼多了 這種領口收編啊 袖口啊 都有特別一條白白的 比較明顯 一樣跟U系列就是 都是偏薄透型的 你看得到領口 這個顏色的落差 它的領口啊 跟它的衣服本身 有一條很明顯的一個差距 這樣子穿出去 我覺得有點小小尷尬 已經不是透不透內衣的問題了 所以這種材質啊 雖然很涼很舒服 可是呢還是建議挑這種有顏色啊 或者是呢深色系的 接下來就是快乾棉的大圓領 有沒有看到比剛剛的這個黃色圓領啊 就再更廣一些 我覺得這個啊蠻適合 就是你不喜歡領口這邊 好像會勒到脖子的那種感覺 或者是呢你喜歡項鍊啊 可以露出來 那你可能就會喜歡這種大圓領 不過我覺得很神奇的是 一樣是快乾棉 為什麼這個大圓領 就突然有了腰身 非常的明顯 跟剛剛那兩款啊都不太一樣 不過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像這種深色的啊或是有顏色 就完全沒有那個落差感了 看起來呢就很順 他們的素T啊其實都有超級多種顏色的 像這兩個很可愛 這一個呢是很好看的杏色 這一個呢是夏天的淺藍色 感覺搭白褲很好看 這兩個我就不試穿了 因為我想要抽給大家 接下來呢唇棉系列啊 它的厚度啊就比以前U系列超厚 然後現在又變超薄 它算是中間值 我覺得是很剛好的 算是一年四季除了冬天都很適合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厚度啊 好像穿起來會再挺一些些耶 比較有精神有型 那他們呢唇棉就有分這個圓領 然後另外呢還有V領 這一個紅我自己是覺得 算裡面蠻特別的 它好像是比較亮一點的深紅 長度方面呢它就是在肚臍下這麼長喔 所以呢你穿低腰褲啊也是可以遮到一整截的 這一個呢就是唇棉的V領 是長這樣子的 你看灰色呢也不會分層也不會透 不過啊我發現一件事情 Latif我穿S已經是最小了喔 然後我也是算偏重一點點的 穿起來還是蠻寬鬆的 所以呢如果你是更瘦的女孩們 然後你想要合身貼身一點的 這兩個系列就不適合你了 因為它沒有更小尺寸呢 如果你是想要穿oversize的感覺啊 其實男裝的唇棉T一樣也是199 所以呢就可以穿出這種比較oversize的隨性感 但我覺得我選的這個M好像有點偏合了一些 如果選L應該更適合就給大家參考 然後一樣有更多不同的顏色可以選擇 接下來呢背心類啊其實他們也有非常多款 然後都是100多塊 例如說快乾綿啊有一般版啊 或者是坦克背心 然後也有羅紋的啊或者是一些彈力兩感的背心 那我自己是覺得蠻值得推薦的會是這個細肩帶 因為呢它雖然是細肩帶 但是你看它把婦乳包得多好 就是最尷尬的這個地方啊全部都在裡面 然後呢領口也不會有裸露感 可是呢卻保留了細肩帶的這種小小性感 不過他們的背心好像都尺寸比較小一點點 這個是M號的喔我穿起來算是剛好合身的 長度的部分呢我就覺得有點小可惜 他們都沒有出短板的你看他們長度啊長到這樣子 是肚臍以下這麼多 所以如果我搭高藥褲就要扎進去一大截 這個的材質啊是棉然後加上一些彈性纖維 我覺得很舒服棉滑的 一樣呢有非常多的顏色可以選擇 所以這個呢我覺得是背心類裡面還蠻不錯的 之前呢主題是390其實都已經很難找到下身類的 唯一呢只有GU的G-E跟H&M的棉褲 沒想到我們這次半價200竟然在Lachif找到好看的短褲 它呢是打折短褲啊它很適合外穿的 有一點像西裝短褲了 可是呢它竟然非常非常非常的彈 像穿這種褲子啊你很容易一坐下來 你就會覺得你知道卡下面 可是這個坐下來哇塞完全沒有感覺 因為是超彈耶 而且呢我覺得它們版型可能偏大吧 一萬我買褲子一定都要買L 這個呢我買M就剛剛好 連我的大屁股呢都可以包得住是順的 而且通常呢就是平價的短褲很常常就是這種皺褶啊 腰帶的部分是在前面就看起來沒有那麼好看 可是它前面呢特地做這個是平順的 而且呢它是直接這樣子穿上去沒有一個拉鍊 所以呢看起來小腹好像又再平一點點了 所以整體來說我真的覺得哇塞 我覺得這是目前開箱到Latif200內最超值的單品了 打折的設計很俐落 下面是寬出去的胖胖腿也不怕 而且呢它的長度也是那種橘皮不會露出來的 再來呢它的口袋竟然是真口袋而且超大口袋耶 我整隻手都可以塞進去了 所以是很能裝的一個口袋 上次呢UNIQLO390我們有開箱到防曬袖套嗎 結果Latif竟然只有99元一樣有抗UV的袖套 而且呢也是有不同顏色跟不同尺寸可以選擇 那我們來試看看 袖套穿起來是長這樣子的 Sorry 它比UNIQLO的算是貼蠻多的 然後是那種很像這個羅紋那種彈力啊 很合身的材質 你看它的彈力 它呢就可以讓你怎麼動都不會下滑 不過呢我發現它的材質也是比UNIQLO再厚一些些 那細節方面呢其實我覺得它也算是小用心吧 你看它手腕這一邊 特地有不同的支線可能讓它固定在這裡 防滑 然後呢它的這個開口部分啊你看 也是有不一樣的小支線在這裡 可能希望它不要那麼快的就崩壞 不過還好呢它手臂這邊啊也是不會太 欸有一點急耶 99元的防曬袖套 這個呢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接下來呢襪子 他們家其實也有推出很多種襪子 就是包含可能素面非素面啊 或者是低中高筒的各種的都有 甚至是呢連連名的史努比襪子也有 這個我超級期待的 因為呢我跟我姊姊去逛那種史努比店啊 他都要買到三雙呢才能有299的價格 等於一雙也要100元 可是他們家呢你可以單買一雙 然後只要59元 圖案也是非常可愛的 襪子呢我覺得穿起來都還OK 就是偏扎實型的 那我覺得唯一一點就是那個懷襪啊 我覺得他這個袋子一點點偏緊 但可能因為這樣子就可以比較耐穿吧 然後這一雙呢 他說是有足弓支撐 然後他是屬於比較厚面型的 這個我覺得算是冬天OK 或者是容易流腳汗的人可以穿 你幹嘛啊 最後一個壓軸 大家猜看看這個盒子裡面是什麼呢 他竟然是一個皮帶呢 是不是裝成這樣子感覺好像蠻精緻的 這個皮帶呢長得非常的簡約耐看耶 他呢有不同種的顏色可以選擇 都是還蠻百搭的 我覺得這個奶茶色很好看 而且我覺得小貼心的就是 他們竟然有這個活動式的 活動式的皮環 他說呢這樣子你可以直接調整這個皮帶的長段 就是不用去給人家去裁皮帶了 你看呢他長得非常的簡約 然後也沒有什麼複雜的圖案跟logo 五金的方面呢是這種低調的霧金 顏色比較淡一點不會太土色 然後一樣呢就是該有的這種調節的啊都有 我自己是覺得他這個質感是很OK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LATIFE200內的好物分享 我覺得今天最經驗呢應該還是那個打折短褲了 真的是超彈舒服涼爽然後也羞身 不知道今天開箱的產品呢大家對哪一個最心動 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今天一樣呢也會抽出來送給大家 那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掰掰